那這一隻其實全球 限量八十隻而已 那你知道其實男人 有了這隻 當有第二隻出現的時候 你會又很心動 我又跟著我太太開口 就是我能不能再買一隻這個 然後我太太那時候就 再更冷靜地看著我 你看我們家還有地方擺 這個鋼鐵的嗎 那時候其實我剛開始當醫生了 所以我們家是 就是我跟我太太 還有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其實是 是住在那個 就是坪數比較小 所以他就說 你怎麼有辦法再 對啊 他進來我們處哪 對 我太太說 你能不能先買房 你如果先買房 我就讓你買這一隻 我想有道理喔 所以我就真的去訂房了 然後我就把這一隻的價格 給編到我的裝潢費裡面 就是無形的 就是種入了這個裝潢裡面 對 就是你們家這個 接待人員就這兩位 對 魏醫師 你的外號是急診鋼鐵人 是 你的急診室工作 跟鋼鐵人很像嗎 我們的急診上班的模式 是十二小時 就是白天或夜班這樣 所以我們常常戲程自己 全身上下都是軟的 只有肝是硬的 所以乾鐵人 乾鐵人就是乾鐵人 其實我自己是滿怕鬼的 對 可是你知道 我如果穿著便服 在醫院地下室走 因為有時候會做一些研究 然後在地下室 你會覺得好暗喔 就是會覺得毛毛的很害怕 可是當你有值班 你經過那個地下室 穿上醫師跑 你好像什麼都不怕 醫師跑有光喔 對 所以感覺就是我們披上這件白袍 就好像鋼鐵人穿上鋼鐵裝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 這是鋼鐵人的方舟反應爐 還有這一支眼鏡就特別了 這個是鋼鐵人要把它 一直穿成給蜘蛛人的那一支眼鏡 對 所以也是特別請這個眼鏡 這個品牌 他們去搭配成 跟電影一模一樣的顏色 就鋼鐵人戴的那一副 對 連鏡片 連鏡片的顏色都 有像耶 對 對不對 所以就是其實我內心 你要起飛了嗎 我現在去你倒飛起來了 所以內心也是很期許 就是我們能夠像鋼鐵人一樣 我們脫下醫師跑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爸爸 一個丈夫 真的就是一般人 可是當我們披上醫師跑 披上鋼鐵裝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在幫助 病人的醫生 就出任務了 沒錯 什麼都可以達到 很棒喔 聽說把漫威英雄 通通搬到你家了 其實也是小小的紓壓 因為開始寫完這部電影之後 當然就會有一些收藏 那我家裡最大宗的 其實就是這種 它大小大概是1比6 就是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那這個1比6 每次它要出版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下訂 因為下訂它才會生產 所以每一支你 大概要等一到兩年 它才能夠生產 等一到兩年啊 對 你買車還要等得更久 有一點點 就是它幾乎有角色 然後你也會喜歡 所以我的除了漫威以外 DC等等的各式各樣的英雄都有 那大家可以看其實 為什麼它讓人家著迷 是因為它的細節是很誇張的 像鋼鐵人 它眼睛也是會亮 所有地方都會亮 而且它的細節 這是鋼鐵裝 可是當英雄不是穿鋼鐵裝的 它的布料也是有拉鍊 剛才有拉鍊 拉鍊是可以拉開的 所以根本就是 男人的芭比娃娃 所以它其實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的精緻 我就在家裡擺得非常多 那我另外一個大宗 另外的大宗就是像這種頭盔 因為剛才有說 其實你會很期許自己 很像鋼鐵人 像可以穿在鋼鐵裝 所以我在家裡也有 可以套嗎 這是可以套的 對 所以是可以開甲的 那我這個頭也 家裡也非常多的 這種頭放在家裡這樣子 然後我也 對 就是會長這樣 我這個類似可以穿戴的 這種頭部的那個裝甲 大概有快二十顆 對 就是 各式一定要不一樣 所以老師說你半夜 是否在外面出任務 這不能講出去 OK 有衣服的也有嗎 有 那大家看這個 跟你在電影院看到那種 雕像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可以穿戴的 這可以穿戴 對 所以它裡面 是有裝假人在裡面的 對 然後我有四隻 你也有 對 OK 那你家又很大 大家看我所謂買到的玩具 都是買貴的 所謂的買貴 是不是貴給別人 是我每一隻 我就跟太太說 你讓我收藏這些 那那一隻價格多少 我就讓你抽一層 就是例如說 我買 海關報稅的概念是不是 對 是 你要通關 要運送到家裡 你就是得讓它抽成 所以就是 其實它每一隻 價格是多少 我就繳一層 上繳一層的那個 稅金給太太這樣 所以其實 用了這個小技巧的時候 他會發現 我的男人其實在家裡 都在玩玩具 你整天都看得到人 然後再來是錢不會亂還 因為錢都會到他那裡 而且要賺到錢 對 要有賺錢才能買 買了之後 他又可以抽稅 所以用了這個小技巧之後 就可以慢慢地 投渡來家裡這樣 那這一隻其實 全球限量八十隻而已 那你知道 其實男人 有了這隻 當有第二隻出現的時候 你會又很心動 我又跟著我太太開口 就是我能不能 再買一隻這個 然後我太太那時候 就再更冷靜地看著我 你看我們家還有地方 擺這個鋼鐵的布嗎 對 那時候其實我剛開始當醫生而已 所以我們家是 就是我跟我太太 還有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其實是 是住在那個 就是坪數比較小 所以他就說 你怎麼有辦法再放一隻 他進來我們處哪 對 我他就說 你能不能先買房 你如果先買房 我就讓你買這一隻 我想有道理喔 所以我就真的去訂房了 然後我就把這一隻的價格 給編到我的裝潢費裡面 就是無形的 就是種入了這個裝潢裡面 對 你們家那個接待人員 就是這兩位 對 我覺得你跟老婆談判 很有技巧 老婆都會說好 對不對 你也買了這個 小辣椒裝給老婆 你想幹嘛 就是當你後面 你知道剛才你第四集 那個連小辣椒的鋼鐵裝 都出來 你真的是覺得 這種東西怎麼可以 沒有收藏到呢 這麼有意義的東西 那所以我有一天晚上 我就跟他說 我想買情侶裝 就是我們兩個的情侶裝 他說真的嗎 他說但是因為這個情侶裝 要設計 所以我需要量你的身材 所以我就開始拿 而且我記得是晚上十二點 他把兩個小孩哄睡之後 我開始把他叫出來 我說這個情侶裝 要做得很精細 所以我就開始拿了那個捲尺 他想說這是什麼特殊的遊戲嗎 老公要跟我玩什麼嗎 但是他還是識破了我的軌跡 因為一開始 我胸圍 腰圍 臀圍 這都是很正常的 當我開始量他的手圍 手長 頸圍 還有頭圍的時候 他就很怪怪的 就是一般的訂製衣服 不需要量到這麼精細 我連腳 腳掌的長度什麼 全部都量了 他才發現驚訣不對 你是不是又要買鋼鐵的 我說對 我就跟他說 你看我們除了那個鋼鐵裝以外 還有像我們要教的鋼鐵裝 你看我們兩個一起穿 出任務不是很好嗎 你們有一起穿嗎 講到重點 這個其實是量身訂做 只有我和他穿得下的 因為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按照我們的身材做 可是大家 我要叫他穿的時候 他拒絕我 他只願意戴下那個頭 讓我拍個照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想像的 穿鋼鐵裝 你要把它變成這樣子的鋼鐵裝 穿在身上走路 那個在電影裡面是 鋼鐵裝就是自動上身 或是他就飛過來讓你穿 不對 可是我們買的鋼鐵裝不一樣 我們鋼鐵裝就需要手動 就是需要 你在穿的時候 你需要擺好姿勢之後 讓太太扶著這個 因為這個還滿重的 就讓他這個鋼鐵裝 一塊一塊 把你穿上去 那這時候你就說 太太特別好 他有時候沒有對到 或者夾到你的肉 你還不能生氣 因為你拖也要靠他幫你拖 所以你只能慢慢的 他會生氣跑了 你今天晚上穿就累了 我就慘了 所以你就是讓他慢慢的 一件一件幫你穿好之後 然後就是過過竿也這樣 不過我每一套 大概都穿一次 就沒有再穿過了 因為真的不太敢再麻煩他 我也怕我又夾到肉這樣子 所以穿這一套很累 大概要花十五二十分鐘 我問一下 宋欣 就你了解 醫師們還有哪些 特殊的收藏嗜好 我們另外一個 共同的好朋友 就王建宇醫師 王建宇醫師最著名的收藏 就是他的 無敵鐵金剛系列 我就想說他最近收藏 一定漲價 因為你知道 門燈地震 在輪島式的那個 鐵金剛的作者紀念館倒了 所以王建宇醫師的 鐵金剛收藏館 可能是全球收藏最完整的 你知道嗎 要來這裡看了 因為他在大概2007年 他已經超過一千件了 我覺得累計到現在 可能真的近萬件都可能有 然後他也跟你太太是一樣的 因為一開始一直被嫌棄 家裡都堆滿了你的玩具 後來他就乾脆買了一棟房子 就是專門用來放他的 鐵金剛系列 是不是有錢就會任性 一直都沒地方買 就買房子來裝我的玩具 這樣子算下來 鐵金剛一定也花超過千萬 你自己算算 門新自問一定超過千萬 但是因為買了房子收藏他 這幾年房子漲的籤子 真的耶 所以玩具帶財 有時候玩具真的帶財 你知道他什麼都 他各式各樣鐵金剛 我有另外一個也是超級那個 是牙醫 他是我中學的學長 那他收藏的是什麼 迷你車 你看他帶著牙醫的那個設備 你以為在幹嘛 沒有發生多迷你車 還有兩千多輛迷你車 真的喔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